天主教神学小问答45 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导神父 问很多聪明的知识分子都不看重宗教 对宗教也都是没有兴趣的 不是吗? 答 这些聪明人是在哪方面聪明的? 他们深入 客观地学习过宗教的道理吗? 有的人在数学方面很聪明 有的在法律方面很聪明 但他们可能对宗教是很无知的 比不上一个天主教小学的学生 如果一个人说 我认识一个很聪明的医生 他没有学过音乐 对音乐也没什么兴趣 所以我觉得音乐没有用 这说法对吗? 这一生的医学知识 能让人评估音乐的价值吗? 所有数学家 物理学家 化学家等等的专业知识 都不能评量宗教信仰的价值 因为这些知识 都无法使天堂少一点幸福 或地狱少一点痛苦 所有这些聪明人的知识 其实在无限智慧的天主面前 都不过是小小小儿科 犹如黑夜与白昼之笔 天主的无限智慧告诉我们 真正好的 教导人如何敬天爱人 如何从此按人间 到彼岸天堂的宗教信仰 为人过一个幸福的生活 不只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 而是必须品 敬畏天主才是智慧的开端 而天主赐智慧与谦卑成谱的人 敬畏天主赐智慧与谦卑成谱的宗教信仰